无理猫与小树蛙打算参加纸飞机比赛 它们必须折出最完美的纸飞机 在折纸飞机时需对折其中一角 对折后得到的一线段 我们称为角平分线或分角线 之前我们曾经透过尺规作图画出角平分线 这次要继续透过三角形的全等性质 来认识角平分线的性质及其判别性质 一起看下去吧 已知一角A 先来快速复习尺规作图做角平分线 以A点为原心 取一适当长为半径画弧 交角A的两边于BC两点 分别以BC两点为原心 大于2分之1BC线段的相同长度为半径画弧 两弧交于D点 连接AD射线得到直线L 直线L经过A点且平分角A 我们称为角A的角平分线或分角线 也就是经过顶点且平分夹角的一条直线 我们都称为角平分线或分角线 在四边形ABCD中 已知AD线段垂直于AB线段 CD线段垂直于BC线段 且BD线段为角ABC的角平分线 若角ADC等于140度 求角1度数 因为角ADC等于140度 所以角ABC等于360度减90度减90度减90度减140度等于40度 由角平分线判别性值可知 角1等于角DBC等于角ABC除以2等于40度除以2 以至AQ射线为角BAC的角平分线 若P点到角BAC两边的距离PED线段等于PE线段 现在我们利用三角形的全等性值 说明PED线段等于PE线段 在三角形ABD与三角形APE中 因为PED线段垂直于AB线段 PE线段垂直于AC线段 角ADP等于角AEP等于90度 角PAD等于角PAE AQ为角BAC的角平分线 AP线段等于AP线段 公用边所以三角形APD全等于三角形APE AAS全等性值 故PD线段等于PE线段 对应边相等 从上述可知 若P点在角平分线上 P到角A两边的距离会相等 即PD线段等于PE线段 也就是说一角的角平分线上 任意点到此角的两边距离相等 反过来说 到两边等距离的点 必在此角的角平分线上 已知PD线段垂直AB线段 PE线段垂直于AC线段 若PED线段等于PE线段 是说明角PAD等于角PAE 在三角形PAD和三角形PAE中 因为PD线段等于PE线段 角PDA等于角PEA等于90度 PD线段垂直于AB线段 且PE线段垂直于AC线段 AP线段等于AP线段 公用边 所以三角形PAD全等于三角形PAD RHS全等性值 得到角PAD等于角PAE对应角相等 三角形ABC中 角B等于角AED等于90度 DB线段等于D1线段 角C等于50度 是求角ADB的度数 从角平分线逆性值可知 到两边等距离的点 B在此角的角平分线上 DB线段等于D1线段 即D点到AC线段AB线段的距离相等 D点在角平分线上 也就是AD线段为角平分线 由角平分线逆性值可知 AD线段平分角BAC 三角形内角合为180度 角BAC等于180度-50度等于40度 角DAB等于角BAC除以2 等于40度除以2等于20度 观察三角形ADB 角ADB等于180度-90度-20度等于70度 我们来复习一下角平分线与其逆性值吧 一角的角平分线上 任意点到此角的两边距离相等 举例PD线段等于PE线段 AQ射线为角BAC的角平分线 反过来说 到两边等距离的点 B在此角的角平分线上 今天的内容都学会了吗 希望这堂课有帮助到你 那么我们下堂课见咯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Brendi 傍 Hmmm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